又來到我們的頭柱介面了 這次繼續和大家買回未來3月31號 星期三沙田賽馬翼的賽事 大家記得 未來這個星期三 會跑到的場合就是這個沙田 並不是跑馬底的 而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九場 這場第九場就是我們的第二班 泥地1650米的賽事 基本上未來星期三全部場合都是跑泥地的 而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二班165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就有11隻馬 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 實力馬方面 其實這場也挺多的 大家看看 經常勝贏馬的馬匹 也會有好幾隻 這場馬上會贏 還有厲害的都是圍繞著大師傅騎的馬 大家可以看到 莫裡拉騎到的這匹馬 風煙四起 這匹馬就非常厲害 最近直接贏了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隻風煙四起的賽事 這隻馬最近跑泥地1650米 一班賽事 由莫裡拉去拆騎的 直接贏馬 那當時這匹馬 就已經贏了同場上很多隻馬 大家看看這隻風煙四起已經跟上場的安哥 那 紅浩大師 那 驍瑤自在 甚至是王金甲這一路的馬 這一客馬都是更厲害的馬 未來這一場都會再跑 哥哥是未來的6號 紅運大使是未來的5號 蕭瑤志是未來的3號 黃金甲是未來的1號 即是基本上這隻封煙四起 上場已經跑贏過這四匹馬 賽職實力非常之厲害 但這次我們就不會買到封煙四起 因為看得到這隻封煙四起重了磅 比起上次就重了11磅 大家看看上次這隻封煙四起 就是121磅來跑的 用莫雷拉 接下來都是用莫雷拉 但你看他的負磅 就會比上次重了11磅 接下來要背到132磅 所以我認為他重了11磅 是非常難跑的 就算這隻馬上場跑得多厲害 也好 重11磅就是重11磅 那11磅不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 接下來這一場就會沒那麼好處 而其他那幾隻馬 好像這些安哥 雄雲大師 蕭瑤自在 黃金甲 這些馬 在負磅方面 都比上次重了幾磅 安哥也是重上次4磅 這隻雄雲大師 重上次3磅 蕭瑤自在 重上次5磅 這一群馬 全部都會有負磅 之後去到黃金甲 黃金甲 就跟上次一樣 拿回133磅 頂磅來跑 所以 其實基本上 我認為這5匹馬 在接下來這一場 可能就會變得很軍勢下 因為 風煙四喜又加十幾磅 安哥又加幾磅 紅雲大師又加幾磅 因為這一群馬 上次就不是輸 風煙四喜很多 輸過幾磅 但是風煙四喜 接下來 十幾磅 可能就會沒有上次跑得那麼好 可能會很軍勢 如果你問我 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這5匹馬哪隻先 哪隻稱後 我就會回答你 接下來的這5匹馬 都應該會很軍勢 就很難稱他們的高低 所以 如果 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如果這隻風煙四喜 用莫雷拉 特別熱的話 那 只有幾倍的話 我覺得 就沒有那麼值得來搏 又或者 喂 潘頓這隻蕭魚自在 又是只有幾倍的 我覺得 又是不值得搏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很大機會 是出現爆爛的情況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 接下來的這場馬 有隻馬 是未跑過泥地 但是 原來 他跑泥地 是可以跑得很好的 到底我在說哪隻呢 就是 蔡明紹騎的這匹馬 蔡明紹騎的這隻 加州德順 接下來的這場 要抓 我就一定抓這隻 冷馬加州德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為什麼說這隻 加州德順 其實他跑泥地 是跑得很厲害的呢 我們首先來看看 這隻加州德順的賽跡 看看這隻加州德順的賽跡 這隻加州德順 我剛剛才說過 他是未跑過泥地的 這隻馬 上季 你看看他所跑的場地 都是跑跑馬的草地賽事 跑了7次都是跑跑馬的草地的 那在這一季 這一季就跑這個沙田草地 和跑馬的草地賽事的 那 完全是說沒有接觸過泥地賽事的 但是 為什麼我會知道他跑泥地 其實是不錯呢 原因是因為 大家留意回 這隻加州德順的神操紀錄了 那這隻加州德順呢 最近呢 其實他試過一課泥地的試集的 那當時在3月19號 那試過泥地賽 由蔡明少來試的 跑這個1200米泥地試集的 這隻加州德順呢 是跑第一的 跑第一的 那大家看看吧 這隻加州德順呢 還要呢 上場 在這課試集裡面 贏的那些馬呢 不是贏那些差的馬 贏那些什麼 知道在勝啊 是必飛飛啊 龍骨飛羊啊 是吧 那麼紅紅啊 清楚有理啊 那這一堆馬 這一堆馬全部都厲害的 那最重點是什麼 最重點呢 其實就是他在這一課試集呢 贏了一隻大道智政 那大道智政呢 就是在接下來這一場馬呢 會跑到的馬匹來的 那看回大家 那大道智政呢 就是接下來的這一場十學 那這一隻大道智政呢 上場在這課試集上面呢 就已經輸了給那隻加州德順 那隻加州德順呢 就跑第一 他呢 就跑過差不多包尾的名字 跑第十回來的 那但是呢 其實這隻大道智政呢 跑泥地都不差的嘛 你看回他的賽職 那這一隻馬呢 曾經呢 用潘頓在十二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跑過一課沙田 泥地一六五零米二班賽事的 那當時還要跑第三的 這一個第三呢 他輸給哪些馬呢 大家看回了 這一個第三呢 他輸給聖大江輝 和一隻蕭瑤志在的 那這兩隻馬呢 接下來這一場又會再跑的 蕭瑤志在就是來的 三號 聖大江輝就是來的八號 那這隻大道智政就輸給這兩匹馬的 但是呢 這隻大道智政贏了哪一隻馬呢 就贏了這隻蜂煙四喜 大家留意一下 他是贏了這隻蜂煙四喜 那隻蜂煙四喜 那隻蜂煙四喜是什麼馬 就是剛剛提及過的 接下來這一場又說是 莫雷拉騎那些匹馬 封煙四喜 那當時呢 這隻蜂煙四喜 就揹著頂磅的 和接下來這一場其實差不多 接下來這一場呢 這隻蜂煙四喜揹了一百三十二嘛 比之前呢 輕了一磅而已 是不是 那這隻大道智政呢 上場揹著一百二十一 接下來這一場反而更輕了 那揹著一百一十五 比上次還要輕了六磅 但是呢 大道智政贏了你的蜂煙四喜 是不是 只是輸給你的一隻蜂煙四喜 和蜭瑤志在 那就是說呢 其實基本上 大道智政在接下來的這一場馬上面 那都有得跟這堂馬撼的 都有得跟這堂蜭瑤志在 有得跟這堂蜂煙四喜 甚至是說蜂煙四喜這堂馬撼的 因為呢 你的大道智政呢 比上次輕了磅 輕了六磅 那當然有得跟你這幾隻馬撼 那還有呢 如果你真的要來 去秤這一場馬的高低的話呢 那這隻大道智政可能呢 比你這隻蜂煙四喜更好 是不是 那大家看看 接下來這一場 大道智政不是輕六磅 但是蜂煙四喜 來的這一場 就輕得一磅 但是你這隻大道智政上場 跑贏你這隻蜂煙四喜 是不是 那怎麼會 你那個富榜 還要輕過別人呢 是不是 還要輕上次這麼多的 那還要 那這隻大道智政很好 那再算的話 那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要秤的話呢 那這隻大道智政 反而可能 在接下來這一場 更秤高 過你的蜂煙四喜 那所以 我認為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馬上面 這隻大道智政 很大機會 都是已經有得搶的馬來的了 那但是 大家要記得 這隻加州德順 在蜂煙四喜 上面 就跑贏你的大道智政 那雖然這隻加州德順 就從來未真正出賽過的 那但是呢 我認為 蜂四喜 都有少少參考價值在這裏 那因為這隻加州德順 是誇張到 直接跑贏蜂四喜 跑贏蜂四喜 跑贏蜂四喜 那還要呢 當時呢 他在這課試集裡面 都跑得不差的 那我們可以一齊來看看 這一課試集 到底這隻加州德順 跑得如何 好了 那一開始了 那我們來看看 哪一隻是加州德順 好了 那大家認一認 這裏 紅色箭咀指著的 就是加州德順 另外一隻灰馬翡翠六 也帶了下來的 前面 曾馳也挺激烈的 那中間放頭 是必飛飛 外面加州德順 貼蘭第三 紅紅 第四位精彩有理 貼蘭愛馬劍 就跟馬 外面拍著他 就金樽一毫 後面那隻 知道再勝 就走上去 外面粉紅衣 就很厲害 龍骨飛揚 跟著他 最出了一隻大盜之鎮 包了落尾 就變成翡翠六 轉彎的時候 前面 是必飛飛 以半馬位之先領先 過六百萬段柱 加州德順 咬著在第二 外面精彩有理 第三 跟著他在外面 就有龍骨飛揚 馬嵐中間紅紅 貼蘭就愛馬劍 後面 金樽一號 貼蘭紅帽 黃衣的就知道再勝 拿出去勁 最初是大盜之鎮 跑到中間 另一隻灰馬 就是這隻翡翠六 最後二百米的時候 前面加州德順 有的那些內閃 都已經透出了 事必飛飛 就圓欄按住 中間上來紅紅 裡面穿上來的勢都不錯 知道再勝最出 就是龍骨飛揚 接近終點 加州德順贏 知道再勝追回很多 在中間 貼欄裡面 黑衣 事必飛飛 外面灰馬龍骨飛揚 數落一層的馬 中間精彩有理 裡面就是愛馬劍 中間金樽一號 外面現在走上去 就是這隻翡翠六 後面紅紅開始移動 外面大道致正 包到尾 現在很聰明 好了 相信大家都一起看完這隻 加州德順的試集 大家應該都看得到 這隻加州德順 其實跑來地 就不差 在試集上看得到 因為他其實都大幅 拋離後面那些馬 在外檔 放出來跑 都能夠一放到底 實力都有差不多 最重要的 最主要是他跑贏了 一隻大道致正 大道致正 都不差的馬 你能夠跑贏得到 他 都是有少少證明的 但是 試集 可能 很多人就覺得 不可以作準 不可以作準 但是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 這隻加州德順 雖然從來未出賽過 但是 在課試集上 讓你看到少少東西 我覺得就值得搏一搏 因為 最基本這一場馬 其實很多馬都很軍勢 剛剛都說過 喂 你那些風煙四起又加了榜 蕭瑤志在那些又加了榜 對吧 這些馬 雖然用到大師傅 莫雷拉和潘頓 九成是沒有賠率的 沒有賠率的馬 真的不是很值得來搏的 你明不明白 不一定會贏的馬 我們 買來做什麼 他又只剩幾倍 我們搏來有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 這些馬的直搏率 就不是太高 對吧 因為 這些那麼厲害的馬 很多人都看得出的 你還要放到大師傅 莫雷拉和潘頓 九成是沒有賠率的 沒有賠率的馬 真的不是那麼值得來搏的 但是相反 你這隻加州得順 你這隻加州得順 沒試過出賽過泥地的 根本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隻加州得順 到底跑泥地是跑得怎麼樣的 但是 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知道一個資訊了 就是這隻馬 原來最近那貨 泥地試襲是跑得這麼好的 就是說 這隻馬最基本 在泥地這個場地上面 跑起來上來 都不差啦 至少會跑啦 有個去勢在那裡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 這次放一個懶滿騎士上去 放一下蔡明小上去 這些馬反而還值得來搏 可以來去試一試 這些馬 它的賠率一定不會值得去哪 懶的話 你放一點錢去買 那就搏一搏 看看能不能夠小駐來搏到大駐 對吧 所以 基本上 我覺得這一場馬 比較值得來搏的 就是7號的加州得順 所以 我就會買這隻7號的加州得順 來試一試 希望 這隻加州得順 今場 在接下來的這場泥地賽事 1650米 就能夠 一放到底 那試一下 可以不可以 講完我們買哪隻馬 之後呢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了 那到底這次我們怎樣來投注這隻加州得順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買這隻加州得順的1Win 和3P 這次買他Win呢 的原因是因為 他試襲他都贏過的 那 這次呢 他就算懶 懶得來贏呢 我覺得都不出奇的 所以 都可以試一下他那個毒贏 可以搏一搏 另外再補多他3P 買了他位置 看看這隻馬能不能夠 跑得出 跑在頭3名了 來試一試 買毒贏和位置 那 但是呢 如果有些朋友仔 覺得買這隻加州得順 那可能不太放心的 那你就可能 試一試 買連贏和位置 把你自己的重心做膽 來拖回這隻加州得順 來試一試 那我認為都是可以的 那 投注方式方面呢 大家可以靈活變通的 不一定跟死我們1Win3P的 那大家臨場的時候 那大家都可以做一個變換的 那不一定是 死根的 那大家臨場的時候 自己靈活一點點 那自己撿山都是可以的 那 所以 今次我們就是這樣投注了 那我就希望試一試這隻加州得順 那 在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3月31號 這個泥地 全泥地燕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